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的 我们今天这一集的重点字是一个酸字 不是叫你是酸人那个酸 这个味道很酸的酸 那讲了这个酸就马上介绍我们今天俗语的主角 主角是谁呢 就是狐狸 什么是狐狸呢 就是这句俗语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是的 那这句其实来自伊索的预言故事 狐狸与葡萄 那故事是这样子的 在一个炎日的夏日呢 狐狸走进了一个果园 发现了一棵很大棵的葡萄树 那看到这个树上呢 也接满了一大串熟透而多汁的葡萄 他呢 于是看着树上见葡萄就忍不住这个舌头 舔着嘴唇 口水直流 于是他倒退几步 Reverse 跳 吃不到 没关系 再接再厉 再退几步 又跳 又吃不到 这样连续做了两三次 后来呢 这个狐狸挑到汗流夹背 一次 两次 三次都没有被他摘到这个葡萄 喘着大气说 这葡萄没有熟 肯定是酸的 一定不好吃 那说着说着呢 垂头丧气很可怜的就这样子回家了 那在回家的路上呢 还如是回头望一下 那棵葡萄树上的葡萄 感觉心里酸溜溜 就说这个葡萄没有熟 是酸的 所以呢 人们就用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来比喻有些人啊 总爱自欺 欺人 没能力干好事情就找借口 说时机未成熟 其实从好的一方面来看 其实也不是不好 有时候我们自己就像那种 这个太过执着的人 其实反而是好事了 让自己放下呢 当然 如果是自己真的是没有能力把东西做好 就不要说讲别人不好啦 这个就叫说 吃葡萄葡萄 说葡萄酸了 好 那故事说到这呢 这边两个这个重点 给大家脑激荡去思考一下的 第一 狐狸为什么会跳到汗流夹背呢 我不知道 第二 狐狸到底是不是喜欢吃葡萄呢 你们去问狐狸吧 好 那我们在没有今天的主题之前呢 先把时间交给阿杰来看一下新闻重点 哈喽 大家好 是郑勤文兵 是的 该围兵呢 和他丢了两个问题给大家好好去思考 我们稍后呢 会继续的详谈那个部分 不过在这之前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这个新闻 要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如果你有常进入这个泰国的话呢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了 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报章哦 就是入境泰国勋遵守五大条例 那就是针对呢 在年初的时候 刚好有一位朋友呢 他就进入泰国嘛 然后呢 就是有这个对讲机结果呢 就遭到了罚款 所以在这里呢 再次和大家讲明一下这些条例的 需要大家好好的遵守一下 是的 毕竟需要别人的国家 不要丢我们国人的脸啊 大家搞清楚一下啊 不要明知故犯或者是不知道也是现在让你知道 好不好 是的 那这五大条例 我马上来看看第一项条例 OK 就是抽烟 对 没错 如果呢 你就是禁止在泰国 26个著名的沙滩抽烟 是的 如果呢 你就是犯下的话呢 将会被监禁不超过一年 或者是罚款10万泰铢 大概是马币12800令吉 或者两者兼施 哎呀 这个罚款好像挺重的 对 所以大家前往 现在当然 无论是新加坡 泰国 我们的邻国 大家都对这个戒烟抓得非常紧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禁止抽电子烟 电子烟也是一律不允许的 这电子烟更高 这个监禁不超过十年呢 它这个罚款更高 就是大约马币六万四千令吉的 那你如果是又抽烟又抽电子烟 就恭喜你咯 真的 六万四千令吉也超高的 可能要坐牢哦 OK 我们马上来看看第三项条例 就是禁止使用没有注册的对讲机 就是今年初发生的这件事情啦 因为我们所谓的对讲机是 walkie-talkie 那其实walkie-talkie在大部分国家 包括邻国新加坡 其实都是犯法的 不允许备用的 因为呢对讲机可能会让你 盗窃到这个警方的消息 对 有一些frequency 可能你就会连接到了 包括我国严格上来说 对讲机也是犯法的 那如果是犯的话 就是监禁不超过五年 或者是罚款高的一万两千八百令吉 或者是两者兼时 是的 那第四项条例呢 就是如果你是开车就是驾车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邻国 就是泰国嘛 如果你是从阿罗斯塔那个地方呢 然后入境这个泰国的话呢 你这个车子必须要先合法驻车 如果没有驻车的话呢 恭喜你将会连接不超过十年 或者是罚款车价的四倍 滑油两者监视 或者会充公车子 哇 这个很够力 所以大家就不要掉以轻心 那最后一项是一个温馨提醒啦 就是说如果你是开车去的话 鼓励我们的车子入境泰国之前呢 先购买额外的保险 以此安全 就是这个保障啦 我想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一些条例 所以可能我们在入境之前呢 大家先做好功课 先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 还有一些国情啊 这种条例啊 以免就是犯下了这种不好的事情 因为反正我们也不希望 邻国的人来我国犯罪嘛 一样的话 同样的不要去别的国家 做一些丢我们脸的事情啦 没错 那刚才呢 维冰在我们的俗语的时候 就跟大家谈到 今天我们课题呢 就是和这个酸有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要一直很酸 因为我们讲到的课题就是 柠檬 OK 马上进进今天的大主题 柠檬的别名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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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柠檬果 是世界上最有要用价值的水果之一 原产于东南亚 原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现主要产地为美国 意大利 西班牙和希腊 柠檬包括了极高的柠檬酸 和丰富的维生素C 不但具有美容功效 还能够抗菌提高免疫力 防治心血管疾病等等 一般人使用柠檬 多数是榨出柠檬汁作为调味品 或者搭配蜂蜜一起饮用 柠檬除了能够使用之外 还有许多适合应用在 日常生活中的妙用 虽说柠檬的功效和作用多不胜数 不过想要充分发挥 还是有许多的注意事项和讲究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 好好认识柠檬吧 耶 针对今天的课题 不过在这之前呢 来先反问一下围宾 刚才你跟我们提问的两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狐狸会和刘甲背 不会的 其实狐狸跟狗一样是不会和刘甲背的 OK 所以这个是大家必须要知道的 然后第二就是什么 狐狸真的会喜欢吃葡萄吗 对哦 应该是吃动物吧 还是小动物之类的 大家上网去看一下吧 OK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预言 当然只是跟大家开个玩笑 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谈的就是柠檬 那柠檬据说是好处多啊 而且很多人呢就说他哎呀又可以抗癌啦 就是那个好处真的 很多迷思 对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来畅谈这个课题 马上请到今天的嘉宾 他就是饮食治疗师 陈舒慈 老师你好 陈老师你好 先谈一下这个柠檬啦 那当然我们不排除说柠檬其实是很有价值 营养价值的一个它是算水果 OK 搞不清也是水果的蔬菜 像那个番茄不懂它是水果还是蔬菜 OK 那我们先说说这个柠檬里头 这个营养价值有哪一些 好 柠檬的价值呢 最主要就是它的维生素C很高 然后就是它纤维含有纤维 还有就是它的Botation 贾 贾 OK 过它糖分也挺高的对不对 它糖分比起如果是成的话 是相对来说会比较低 所以它还是比较属于酸的一种水果 对 所以它的好处是在于维生素C 对于抵抗力 增强抵抗力 还有就是对于那些贫血的人 它可以帮忙吸收铁脂 OK 对贫血的人 对 那比如说对高血压的人 它会有什么作用吗 它有这一个研究 证实它可以降血脂跟降血压的柠檬 柠檬哦 对 OK 就是针对三高的一些朋友 其实多喝柠檬也是会有好处 对 因为它里面它有这个水溶性纤维 果胶可以帮助这个控制血糖 OK 好 所以我们就建议说如果是你喝的是这个柠檬汁 比较有血润的 比较有血润的 对 当它进到我们的体内 跟水结合就会变成钾离子 OK 所以柠檬汁就是钾离子 若是只是柠檬的话是钾 OK 老师律下这个圣草刺干是什么东西 圣草刺干就是其中一个这个类黄酮抗氧化剂 类黄酮还有就是刚刚还有其他三个这个抗氧化剂呢 它都是正式的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 跟油配置 OK 这个油配置又是什么 也是属于抗氧化的一种吗还是 橘皮肝又配置还有这个圣草刺干呢 它都有同样的功能就是降血脂 降血脂 对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是可以降血脂的话 那是不是有胆固醇的朋友都可以多喝 对 它是一个辅助 辅助 这个问题很好 可以不可以多喝呢 稍后告诉大家吧还是不用吃喝 我们先足以跟你讲解 然后稍微也会告诉你说 什么人是一喝 什么人不可以喝 是的 那我们刚才谈的是柠檬汁 现在谈一下柠檬皮 对 皮有时候人家拿来做饭 对不对 一些西餐啊 对不对 拿去削那个皮拿来做一些 调味之类的东西 因为它的皮也是有一种 特别香香的味道 因为苦苦苦苦 对 当我们吃那个柠檬的时候 不小心吃到它的种子或者它的皮 会有一种苦味 特别苦 对 苦味 就是这个柠檬苦素造成的 OK 这个有什么功能 这个是可以安全食用的吗 对 是可以的 柠檬苦素呢 它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 就是用这个肝细胞 它正式它体外的细胞实验呢 正式它可以提高这个肝脏酵素的活性 帮助解毒 那这个呢 多减氧基类黄酮 我要产生交代 多减氧基类黄酮 什么东西 它也是 这个它也是用这个细胞的实验 来做柠檬对它的影响有什么影响 那它是可以抑制这个乳癌细胞 还有这个子宫经系 OK 但是大家听好哦 刚才老师讲的是 这个细胞是被抽出体外 对 在体外做这个实验 对 我们没有说在体内它可以 因为在体内可不可以 其实没有临床证实 但是还没有这个人体的实验 对 所以大家不要很聪明 对 另外这个皮呢 也有一种油脂 我们叫做凝氏油 这个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呢 它是个非常好的这个抗氧化剂 可以帮助我们减缓 自由基对我们的器官的这种伤害 Antioxidant 对 所以我们在搅这个柠檬汁喝的时候 其实跟连皮一起的话 可能也是挺好的了 是不是这样建立的 这是很难喝耶 因为有点苦苦 是 又酸又苦 对是有一些苦味 但是它来的单纯用果汁的话 来的比较好 对 适量啊对不对 适量可以参加 OK 那如果是柠檬最好的这个食用的方法 又哪一些 好 如果是因为柠檬它很酸 我们是不建议切片这样吃 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泡水喝 泡水喝 泡水喝 对 OK 所以是不建议生吃的 因为太酸了对吧 但是更常吃到的就是可能在沙拉 人家拿来做沙拉的一些调味 对 沙拉有一个好就是 它很多可以配着三个一起吃 第一个就是沙拉 沙拉的话你就不用放这些沙拉酱啊 减少热量的摄取 而且呢 如果用这一个柠檬汁来放在沙拉 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蔬果 没有那么快变变化变棕色 OK OK 因为都知道说这个蔬菜水果啊 其实一切开过后 大致上15分钟内 我们最理想15分钟内 喝完吃完 最明显的就是看到苹果 你知道一切了苹果就会变黄了 如果是放点柠檬汁的话呢 它就可以保鲜 对保鲜 然后减化那个变黄 好那当然一些比较懒的人像我这种呢 就会选择说泡水喝啦 就容易得一口喝下去 可是泡水喝也要有学问 对不对 要怎么泡水正确 对 如果是建议补用量的方面呢 我们是不建议一天喝超过一千毫升的 一千毫升 就很多人你知道吗 就放这柠檬片啊 放在水壶里头 就一整天再喝 其实是不建议的 而且也没有什么功效 对不对 它已经氧化了 对 好我们看到这边说一部分的柠檬切片 放在废水三分钟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而且是废水啊 这样不会破坏它的营养价值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 OK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柠檬片呢 他们有做这个实验 是 就是用这个烧水 然后去示范它的这个抗氧化的含量 发现说呢 反而叶润不超过一百度啦 反而叶润它的这一个柠檬苦素啊 等等的皮的营养 释放出来更多 OK 这样要纠正一下啊 这个slide说 废水不是废水啊 老实说不要滚 不要超过一百度 所以应该是在热水 热水三分钟 不要废水啊 OK 这样子的话来喝就是挺好的 然后再把它这个炸成汁 再加温开水 温开水呢 补充一下 就是温开水不超过五十度 OK 就是室温啦 对 室温 一旦超过五十度 他的研究发现说呢 超过五十度过后呢 他的维他命C的含量减少得很快 啊 OK 就前面的部分先用热水泡一下三分钟 再挤出来 放室温的水喝下去 OK OK 那其实不同的时间喝也有不同的功效 比如说很多人会在早晨喝你的 空腹 对空腹喝啊 是不是 空腹喝他有个好处是在于说 空腹喝对肠胃没有问题的人呢 他OK的 但是对于那些 不可以 OK 好 因为 因为早上嘛 我们最重要一起床就是要喝三百毫升的水来帮助我们排毒嘛 嗯 但是 因为这百开水淡淡无味啊 所以我们还是加一些柠檬籽提味 了解 而且补充维生素C 可以 好 而且如果是在傍晚后的话呢 就是这个就可以 呃 代替含糖的这些饮料的这种热量啦 社区 对不对 嗯 如果我们可以大家都喜欢 哎 喜欢喝有比较有味道的水的话呢 嗯 它可以代替一整天的含糖饮量的话 嗯 嗯 就可以减少超过一百到两百大卡的热量 嗯 了解 OK好 那接着下来其实很多人在喝柠檬中的时候 因为觉得柠檬很酸嘛 就会可能参加比较甜甜的 加蜂蜜 加蜂蜜 就觉得很好喝 这样有问题吗 对是非常好的搭配吗 嗯 其实是可以的 对于那些没有血糖问题的人 嗯 但是呢如果每一天都这样子 一汤汁两汤汁这样的话 嗯 可以保证一个月可以 增烫 一公斤到两公斤 因为我们什么叫你糖的摄取就很多了 对吧 嗯 如果真的很想要喝蜜糖的话 只是一个小乘5ml的这一个蜜糖就好了 5ml 你一个味道就好了 OK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搭配组合呢 就可以增强我们的抗氧化活性 嗯 而且还可以抑制这个 这个脂质或氧化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呢 我们都会有这一个 吃这些油腻的东西嘛 但是如果油的东西吃下去 一旦被氧化 就会造成我们的血管阻塞 所以呢 这一个蜜糖跟这一个柠檬 它可以确保我们的油脂 不会变质造成阻塞的情况 哦 所以这样子柠檬和蜂蜜搭配的话 可以在饭后饮用咯 可以 哦 是挺好的 但是一杯不超过5毫升的这个蜜糖 ok 而且是大前期是不要有胃酸啦 胃酸问题的人就还是不建议的 对 那柠檬配生姜的话呢 柠檬配生姜呢 它对那些有便秘的人是非常好 嗯 因为这一个 呃 姜里面有这一个姜醇 嗯 植物醇配搭配这一个柠檬的有机酸 可以刺激我们的肠胃蠕动 嗯 可以改善便秘 对对不对 有这样的一个好处 而且这个柠檬还有美容功效哦 这讲美容就大家比如说哪来敷脸啊 不是哦 这个就我们稍后一跟大家讲解更详细的来说 对 这个美容功效可以延缓皱蚌生存 美容可以延缓我们的皱蚌之身 是不是因为有那个维生素C 所以可以促进我们胶原蛋白的滋长 的生存 对 嗯 因为维他命C促进这个胶原蛋白的生存 让我们的皱蚌可以延缓 嗯 不要那么快长出来 是 而且呢 这个胶原蛋白对我们的骨骼 软骨非常好 对 在修复方面 对 对我维生素C嘛 所以也可以淡化雀斑啊 对不对 那这样改善脸部的暗淡无光 又是什么样的这个成分啊 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 柠檬水可以改善便秘嘛 当我对于我们的便秘毒素排出来 自然而然可以改善我们这个暗淡无光的问题 是 好 那我们这里有个观众的问题 他这个手机尾号是3966 他问说柠檬可以直接拿来敷脸啊 对 这个很多人你知道吗 他们就可能会切片 比如说黄瓜会切片然后直接敷 所以柠檬可以这样子直接敷吗 我本身是不建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皮肤的这一个PH值值在PH5.5 但是柠檬的酸度是去到2到3 太酸了 尤其现在的人敏感值皮肤太多了 是是 如果你直接敷的话 恐怕会造成这个皮肤敏感发炎的问题 而且可能就会造成是不是一种果酸啊 这样子可能对皮肤会造成太刺伤了 太刺激了 对 对 OK了解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直接的这样敷脸 对 那大家有说到其实这个柠檬配就是美白嘛 其实还有很多的水果呢 也有这个美白肌肤的功效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的是 拥有美白功效的水果 拥有美白功效的水果 葡萄 葡萄能够用于护肤 主要是因为葡萄中的葡萄籽 葡萄籽中含有一种叫葡多芬的物质 也称花青素 花青素具有帮助皮肤增强氧气交换的能力 以及有效的抵抗皮肤氧化衰老 抗自由基的氧化功能更是维生素C的20倍 维生素E的50倍 除了能够延缓衰老 葡萄也能维持肌肤健康 还能够防止紫外线侵袭 在欧洲 葡萄籽被誉为口服的皮肤化妆品 草莓 草莓属于浆果类 含糖量高达6-10% 并含有多种果酸 维他命 以及矿物质等 可增强皮肤弹性 具有增白和滋润保湿的功效 此外 将草莓榨成枝 可以作为美容品敷在脸上 所以油性皮肤能够起到去油和洁肤的作用 经常使用草莓美容 可使皮肤保持清新平滑 避免色素沉淀 草莓中还含有丰富的维他命A和甲质 对头发的健康也很有利 不仅如此 入睡前饮一杯草莓汁 还能让神经松弛 对治疗失眠的效果也很显著 猕猴桃 猕猴桃又名奇异果 除了含有猕猴桃碱 蛋白水解枚 丹宁果胶 行类微量元素氨基酸等 还富含维生素和葡萄酸 所含的维生素不仅能护敷 而且还具有抗氧化作用 可以有效增白皮肤 消除雀斑和暗疮的同时 也能够增强皮肤的抗衰老能力 此外猕猴桃还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纤维 可以促进人体碳水化合物的新陈代谢 帮助消化及防止便秘 樱桃 樱桃的含铁量非常高 而铁是血液中血红素的重要成分 使用樱桃后能使血液充足 让肌肤百里透红 樱桃除了含铁量高之外 更含有平衡皮质分泌 缓解老化的维生素A 而且樱桃也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 能使皮肤柔软细致 去除粗糙皱纹 滋润嫩白皮肤 以及有效抵抗黑色素的形成 欢迎回来 是的我们今天和大家探讨的这个课题就是 柠檬 我们都知道柠檬好处多了 但是如果吃多的话呢 可能会造成一些副作用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 就要好好地来了解柠檬 到底是适合怎么样的一些人群呢 OK 柠檬呢大致上呢 只要肠胃没有任何的问题呢 它都是适合任何人服用的 OK 特别是三高的朋友 应该很棒吧 对不对 所以像我们说 尤其它也有富含这个维他命C 所以他在这个抗养跟这个增强抵抗力方面很有用 对 适合那些便利的人呢 想提高免疫力的人 或者是贫学的人都适合饮用 OK 孕妇呢 孕妇是可以的 凡事都要适量 就是不要带着一支水 就喝一整天 可能早上起来喝一杯柠檬水 其实是非常OK的 问一下老师 你这一杯的比如说一杯啦 室温的水啦 对 是应该用半颗中型的柠檬 或者是整颗 半颗 半颗就可以了 对 OK 那刚才还有特别看到的 适合人群其中一个就是 今期的女性 对 就是说可能我们在那几天的话 喝柠檬汁是很好的 对 适量喝之外呢 最重要是适量喝啦 柠檬它有这个维生素C 除了提高免疫力之外呢 它可以帮助舒缓女性来越近的 不舒服症状 哦 就是如果是你有疼痛的话 其实在那个时候 喝柠檬汁是OK的 是OK的 欸我们还想说 在那个期间禁忍 不要吃那种太寒凉啊 因为可能 只是酸的东西 对太酸了 但是重点是温水 不要喝冰凉的这个柠檬水 对 好讲到冰凉 顺便问一下 所以我曾经一个朋友告诉我 说他会把这个柠檬 炸出来 然后就把这个汁 放在那个结冰盘 然后发去结冰 每天早上就拿两块出来 放进水这样子喝 对 就太方便了 可是这个有一个问题 请老师讲一下这个有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呢 这个冰块本身还是带酸味 但是它的营养在经过一天两天三天之外呢 维生素C已经是大大量流失 所以换句话说 你这个结冰只可以保留它的味道 保留不了它的维生素 简单来说就是喝爽而已啦 OK 那如果是不适合的人群又有哪一些 不适合的人群 比如说他一直以来都有这个胃酸倒流 又或者胃毁阳的人呢 OK 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当他吃到这个柠檬酸的话 它会胃痛 刺激到它的胃黏膜 产生更多的胃酸出来 反而会有这个火烧性啊等等的问题 OK 所以就是建议就喝柠檬汁 最好不要空腹咯 可以这么说 对肠胃有问题的人 他们建议是饭后才去喝这个柠檬汁 OK 那如果是我又有胃酸又有便利怎么办 这样子的话呢 最好就是 选择其他水果 看医生嘛 是不是 好我们来认一下这个柠檬的pH值 对我们都说可能柠檬看得去就是属于酸的 那它的那个酸碱值 它的那个酸度就是非常酸嘛 我们来了解它的pH OK 这个柠檬的酸度是介于2到3之间 而我们的胃液呢是1到2 OK 当我们用这个水稀释过后 它是超过3 它基本上是不会伤害味的 除非太过浓 OK 所以大家一定要稀释可能就是柠檬汁摻了一些温水 还是什么这样子 对 所以就不要避免生思啊 这样子因为会直接的灼伤 对 那刚才大家如果是有专心听老师讲课 你都不难发现的是一直强调这个东西就是要适量 对 如果是过量的话会有什么副作用 过量的话主要会有两个问题出来 第一个就是长期蛋白开水喝的话 牙齿可能蒙牙前面牙的 这牙疹的病例啦 如果长期喝酸性的人 蒙牙脆弱是吗 容易被法狼子受伤 受损容易变得脆弱 还会伤胃这个大家不在话想 对 它太过酸 OK 那如果我喝柠檬汁 然后我又及时的补充钙质 这样子就可以保护我的牙齿吗 你刚才有勤劳是漱口吗 如果为了避免我们牙齿受损 喝了柠檬汁过后呢最好去漱口 用清水漱口就好了 因为它这个皮脂太酸了 它比较偏酸性 所以它是直接伤害你那个牙齿的外层的那一个 对 OK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进入这个香克的部分 很多人说 没有香克之间 对你讲那个什么 吃虾海鲜 对 就我们先说香克啦 因为柠檬有没有说研究显示 跟哪一些食物会有这个香克的部分 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的实验 正是它喝任何的食物 有这个香克的问题 因为网上不是流传吗 说你去吃海鲜啊 吃虾啊 吃螃蟹过后 不可以吃橙 你去吃オレン 你就会中毒 原因就是因为里头的这个维生素 煮的含量很高 那这个柠檬更高耶 问题是我们也是吃海鲜 不是用柠檬来挤吗 挤在海鲜上这样子来吃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地问一下 到底是有根据吗 我有看过这个留言 但是我去目前为止是找不到任何的实验 我们正是他们两个是相克不能一起吃的 又是那种往上流传 对 OK 所以其实都是OK的 反而我们这个海鲜或者是鱼 它有腥味 加这个柠檬汁可以帮助去腥的作用 杀菌 对啊 就好像你知道那个生蠔有没有 是哦 日本人不是用柠檬人吃吗 吃生蠔之前都会柠檬汁挤一下 对啊 然后他们说可以杀菌啊 是啊 就是去除这异味 然后提味 是 会中毒日本人很早中毒了 但是还是适量啦 适量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这个尼斯的部分了 重点重点 很多人就说这个喝柠檬汁可以帮助减肥 真的吗 OK 答案揭晓 肥胖主要是我们所吃进去的热量多过 消耗的热量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嘛 吃了消不去 对 吃太多反而用的不多 这才是肥胖的真正的原因 最主要还是改善自己的饮食方面和运动 那柠檬方面是没有任何的这一个功效 除非大家很喜欢喝甜的饮料嘛 我们用这个柠檬水来代替甜的饮料 就可以减去这一些热量的摄取 OK 但是它是有效的可以降三高 这是真的 对 OK 所以适量喝可以降三高 但是 对于减肥却未必 对 OK了解 好 第二个迷思 就是柠檬和这个钙 就是同时一起喝的话呢 其实就会造成这个圣结石 是的 很多人都会说 如果是柠檬跟这个钙子 会不会造成结石呢 它反而有助于 这个降低患上圣结石的几率 你怎么说 柠檬酸它会跟这个草酸竞争 当这个柠檬酸结合跟这个钙子结合 反而会溶于水 并不会变成结石 所以你的那个钙子就变成就不会结块了 它可以是水溶性这样子了 非常高的水溶性 了解 然后再来很多人呢 我相信很多妈妈都会 都会跟你的小孩说呢 哎呀要感冒了就可以喝柠檬 然后可以预防感冒 是不是这样呢 维他命C它可以 不可以 先讲不可以 它不可以预防和治疗 但是它可以减少感冒的严重度和天数 所以是不能够预防 但是可以减缓 比如说一个人本来他原本感冒是五天 它可以减少到两天或三天 所以医生常常在你发高烧的时候感冒会说 多吃维他命C 多喝水 就是这个原因 是不是要提高免疫能力 但是它还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 提高免疫力 就是帮你抗战 但是它不能够完全预防 辅助我们的身体去对抗病毒细菌 了解 尼斯四 柠檬可以抗癌吗 哇这个网上很盛行 这个很多网上都在流传 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 柠檬苦素 它们是用来去 觉得是可以抗癌 在体外做的实验 体外的实验 包括这个女人的这个乳癌 子宫颈癌 但是目前是没有任何的实验 正式它可以抗癌 对 可是它里头有说到这个成分 就是比如说这个 肾炒刺肝 这些都是属于这种抗氧化很高的 那抗氧化不就可以抗癌吗 抗氧化并不代表抗癌 它只是让我们的减缓 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慢性发炎的症状 所以大家必须要理清 对不要乱诠释 而且刚才这个癌细胞在体内 是两个决然不同的环境 对 在外面杀得了它 不代表说在体内 可以 对 迷思5 就是柠檬 如果我们喝进去 我们的肚子里头 可以改变我们的身体的pH值 酸减值吗 就是酸减值 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人体的酸减值呢 血液方面呢 是保持在7.35到7.15之间的 那我们每个人的身体 都会有固定的pH值 每个人不一样 靠的是什么 控制我们的 调节我们的pH呢 就是我们的血液 自己它会去调节 再来就是肾和肺 可以帮助调节我们的环境 所以调节我们体内的酸减值 是我们的自动的 身体自己自动的 对我们的机能 我们的器官 而不是你外食的一些食物 当然呢 我们在饮食方面还有排毒 就是运动方面还是要做到 才可以避免加这些毒素 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 啊 了解 OK 所以大家还是要 把这些迷思一一破除 是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其实还有一位观众朋友呢 他的尾号是0120 那他的问题呢就是 很多人呢 就会这个柠檬 还有这个蔬菜一起打成汁 那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造成这个蔬菜里头 这个叶酸被这个柠檬酸给破坏呢 不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柠檬它可以 保持这个蔬菜的新鲜度 然后呢 它是叶酸并不会被 这个柠檬所破坏 OK 因为叶酸它是一种维生素B 它本来是给高温所破坏 对 对不对 被高温所破坏 不是被酸度 哦 了解 OK 所以叶酸 这样子的话很多 你知道孕妇想要就是被孕的话 他们可能会吃叶酸嘛 对 这样子如果是他们吃的那种叶酸 是OK的吗 都OK的 OK 不会造成任何 最重点是温度不要那么高 准备这个蔬菜籽的时候 了解 好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呢 我们的老师会继续跟我们说 其实柠檬还有一些妙处 比如说清理方面啊 还是烹饪方面的 千万别走开 欢迎回来 是的 我们今天谈的就是柠檬 那柠檬除了这个对身体啊 在吃跟喝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以外 它有很多其他的用途的 是 那我们先说在烹饪方面的好了 那要问苏慈 很多人呢 我们在吃沙拉的时候 就会加入这个柠檬 对 其实它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妙用是什么呢 你是说那个 对对对 沙拉或者是在水果里头加入的话 对 如果是在这个沙拉里面呢 加入这个柠檬 就是可以 让我们的这个蔬菜水果维持新鲜 更漂亮 对更新鲜 对 看一下这边两碗 这两碗的这个沙拉 我就是大家的右手边 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加了这个柠檬汁 大家可以一无了然 猜一猜到底哪一碗是放了这个柠檬汁的 这颜色漂亮很多 而且再这样放着在这空调里面 放着大概整20分钟还没有变色 对 所以就可以防止这个食物变色 它就可以保持它的新鲜度 因为它有在抗氧化的特性 OK 它有点嫩肉 对 嫩肉 因为这个柠檬果酸它可以帮助分解 这个肉类里面的这个蛋白质 所以它可以让我们的肉质更加的松软 那去腥呢 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谓的海鲜 放点柠檬汁就可以去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鱼类的这个腥味 它是由这个氨分类 它是一个碱性的气味 当它接触这个柠檬酸 它可以把它中和掉 变成黯鹽 无味道中性的黯鹽 OK 好 所以可以就是那个去腥 还有一个就是防红糖结块 就是怎么样去理解呢 对 如果这个红糖放久了 它会变成结块 什么解决方法呢 就是把这个柠檬皮 这个是要必须是柠檬皮 柠檬皮或者是切片的柠檬片 都可以的 OK 放在这个红糖那边 它可以帮助它保持松软 就是说可能我们的红糖罐里头 因为很快它们就会结块 是不是 就把一些柠檬皮 可能切小块了 然后加入那罐子里头 这样子就可以防止结块 对 因为这个红糖可以吸取 这个柠檬里面的水分 了解 所以只是红糖吗 如果白糖可不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的 OK 了解 盐呢 盐就不建议吧 盐这个我还没有吃过 还没有吃过 好 当然除了这些种种的小常事以外 它还是一个很好的清洁剂 所以我们会看到 比如说一些洗碗液 洗衣液等等 都会有这个柠檬酸干 这样子 它是有什么特定的功效 可以让衣服变白吗 对 为什么因为这个皮肤里 我们的这个皮质汗水 里面有这个皮质 它是属于弱酸性 会造成我们的皮肤变黄 它氧化过后 所以衣服整天黏在皮肤 就会穿久了 就会变黄 对 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清洗呢 只是柠檬汁吗 只是需要把那个衣服 挣在这个水里面 加在几滴的这个柠檬汁 就可以了 几滴就可以了 只是清水和柠檬汁 几滴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可能放一个晚上 隔夜 所以我们去买那种很贵很贵的 什么漂白的都被骗了 老师 那个都有工人 OK 非常好用 妈妈们可以试一下 是 好 再来还有保养指甲 真的很好奇 怎么样可以去保养指甲呢 它是里头的什么样的成分 因为指甲呢 它里可能我们或许有这个 乌垢 然后比较 就是比较乌垢的 胺脏的部分 这一个柠檬酸 帮我们泡水 把指甲 就是手指放进去的话呢 它果酸可以去除这一些指甲的污垢 跟这个黄黄的部分 了解 在这里可能可以提醒一下 很多那种烟灵朋友嘛 你知道吗 可能你们抽烟了 就会有那个烟脂啊 然后黄黄这种污垢很难去除 就可以放柠檬汁 然后水呢 浸泡在里头 那你的手指就会 哎呀 美美的啦 OK 搞不好以后你的这个手指 比你老婆还要漂亮 还可以除掉那个味道啊 对 OK 其他妙用就比如说我们来讲 除蝎臭啊 对 还有这些砧板等等的 驱感虫纹是怎么样 驱感虫纹是因为这个柠檬的气味 是昆虫跟蚊子不喜欢的味道 嗯 OK 所以大家也可以放这个柠檬皮啊 然后这个可以驱感这些虫纹 我们马上来请这个老师示范一下 这个柠檬渣 我们怎么去除砧板上面的异味 对 OK 这个是已经挤过了的这个柠檬 柠檬吧 对 通常大家可能就会丢掉了 但是其实它非常好用 怎么样 尤其是我们煮菜的时候呢 切过这个蒜头味道很重 是 不能继续再用 对 所以呢 只是需要用这一个柠檬 擦它 擦拭它 OK 擦那个刀 就可以了 对 还有这个刀板上 OK 就可以达到 OK 我在这里就示范 示范给大家看 就是你的砧板可能有味道嘛 你就拿这个几锅的柠檬这样子擦拭 是 尤其是那种 对 刚切了生鱼啊什么 这个味道很吓人 对 这个就非常的好 而且这样子也可以杀菌吧 没错 OK 了解 包括刀其实也是可以这样子来处理的 是 问一下老师 既然我们再讲这个杀菌跟蛆虫 我可不可以用这种柠檬汁 这样子在我的厨房的一些 边缘的地方这样涂抹一下 就可以防蚂蚁是吗 是可以的 因为它的糖分不高 不像成这样糖分那么高 是基本上不会引蚂蚁 OK 再来还有那个柠檬皮的话呢 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柠檬皮如果已经切好了 就可以放进一个小袋子 OK 这有两个工具 据说可以预防孕吐 对 好神奇 怎么样 这个可能就是放在小袋子过后 就放在床边 早上起来的时候 当它有这个想呕吐的情况 就可以缓解 OK 就是这样子 OK 然后就放在床边 然后你起来的时候呢 就这样闻一闻 对 最压抑就是现在成兔 成兔的这个妇女孕妇 没错 这样子建议就是一些孕妇 可能就是每次会有这种 成兔的那种朋友啊 就是可以随时放在身边 这样子来闻一闻 也可以防蚊子 防蚊子也是可以 对 就随时stand by 是的 因为刚才我们既然提到这个东西啊 就顺便顺道提一下 其实这一些我们所谓的酸甘性的 Citrus 它们的皮 有一层这个辣 对不对 一支油 你这样挤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样 这样喷出来的 这一些就是 对 就是蚊虫最讨厌的东西 对 最讨厌的气味 包括成橘子也可以 对不对 如果是这一个气味来说呢 柠檬的会来得比较 强一点 所以更好咯 它的功效会更好 对 所以你看柠檬全身都是宝 好香 就是看你怎么样去运用 是 OK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书词 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谢谢 好了 现在呢 把上把时间交给Christina 不知道今天8864 有什么样的衣服 来Christina 谢谢活力加油站的冰冰组合 有维冰还有秦文兵 OK 我是Christina 今天下午三点钟的8864直播呢 好多消息想要跟你分享 里头呢就包括有像 有人设计骗局啦 有人说要退出娱乐圈啦 再来呢也有人的MV破译等等的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一个呢 等一下的直播呢 记得守在8的空间了 好 现在把时间交回给 活力加油站 谢谢 谢谢Christina 怎么发现好像她越来越瘦了 不要再瘦下去了好不好 但是非常上进很漂亮 所以待会儿记得守住8864 那现在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呢我们有Joneser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最后这个环节呢 就是我们活力加油站的偶像啦 对啦就是 生活小就是我们马上请到的是Joneser Joneser好 Joneser你好 OK 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呢摄影棚就是里头 就是溢满了这个很酸的味道 因为就是这个白醋 所以你知道我们白醋 我们都知道它的妙用很好嘛 可以清洗啊什么都很好 是可以杀菌 但是它就是味道很嗆 对对对 很多人都不喜欢那个酸酸的那种味道 甚至可以算得上是臭 所以它跟柠檬这样子一个搭配 又可以怎么样 是今天我们就要把它搭配柠檬 然后把它浸泡一段时间之后 来做成一个清洁剂 清洁剂 就带芬芳的那个清洁剂 OK 所以我们要的那个材料呢 就是白醋 是白醋 柠檬 那我们首先就把 柠檬大概有多少 柠檬大概一两颗 看你的分量左右 如果你是用大概这样的话 一颗都足够了 如果你是制作大瓶一点的话 可能一个那个 1500毫升的那个 矿泉水瓶的话就可以两颗 了解 是 柠檬切片就可以了 对 柠檬只要切片就可以了 OK 好 然后就加入罐子里头 是的 对不对 那切片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放入罐子里 OK 就不需要再加水 还是稀释完全不用 是完全不需要再加水 因为我很怕酥 要挤压一下可以吗 不用 不需要啊 不用了 OK 然后我们再把白醋 很像的白醋加入 倒进去 OK 够吗这样子的白醋 其实你加满都OK的 OK 然后再把它盖紧 OK 那这个你密放 要放多久 大概三个星期 就是到一个月左右 那它让里面的那些物质 包括它的那个油 油脂类 完全渗透出来 OK 就可以加强它的那个功效 OK 就是不要摇晃 只要放这就可以了 是的 放在阴凉处吗 是 放在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 好 就是你过后清理东西 就非常容易 然后又不会被那个白醋 对 很像的味道 对 其实这两者都是一个 很强功效的两样东西 是的 然后如果你要再加强它的功效的话 你可以在使用之前 就是你把它倒入那个喷入瓶 然后你再杀一些 加入一些小苏打粉 就更好 更干净 是 OK 非常好 那接着下来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 我们先做这个先 好 首先我们用一些柠檬皮 好 这个柠檬因为它的气味的关系 然后它其实对一些昆虫 比如说蚂蚁啊 蟑螂之类 能够起到一个驱逐它们的那个作用 嗯 驱感的作用 是 那一般如果我们 有飞气或者挤压过的柠檬 我们就把它切成更小的一片 好 这样子一片片 OK 切小 切小就可以了 只是皮了 然后我们再取一个餐巾 对 取一片餐巾 就把它裹起来 包裹起来 是的 然后把它卷一卷 OK 然后再用 随身携带吗 随身携带吗 这样子就可以了 是 那你可以把它头放在窗口边 或者是有蚂蚁 昆虫出摸的地方 回家就用这个厨房 是 一些尤其是厨房 这样子我们也可以随身携带咯 对不对 是 而且这就是非常安全 就是宠物小孩也不用担心 对对对 真的真的真的 非常棒耶 而且牛不用担心 因为是自然的嘛 小孩也很好 那你也可以除了把它当作驱除昆虫之外呢 你可以放在厕所啊 它可以起到一个 逐渐散发那个芬芳的那个 除臭 这样子可以耐多久呢 一般 那一般它干了之后 它就失去那个作用 大概可以耐一个三五天的 好 了解 好 再来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那最后一款呢 我们就是要做那个 冰箱的清新剂 你知道冰箱里头很臭吗 因为很多鱼类啊 肉类的在里头 OK 要怎么样除臭 很简单 就我们取一个小碗 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放入一些棉花 化妆的棉花也可以 或者是 化妆棉 下入 然后我们就 挤一些柠檬汁下去就可以了 就这样 就这么简单 就这样 就把它挤满 然后这个呢可以 因为你挤的比较多的话 它其实可以耐大概一个星期 就会吸到两个星期左右 了解 就这样子挤入 你知道那个化妆棉都会吸很多 那个柠檬汁 对 然后甚至可以用餐巾也可以 这样子 然后放入冰箱里头就可以了 是 放在冰箱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的话要多久更换一次 大概一个星期啊 一个星期就可以 哎呀很好耶这个 太好了 所以整个冰箱会这个柠檬清香味 对对对 这样子的话我可以放入可能在浴室啊 还是洗手间 浴室就不那么建议 因为它本身是潮湿的 可能会滋养一些细菌 然后 它唯一的不好就是说 那个果蝇啊 它会喜欢这个味道 了解 所以洗手间还是放这个干的 会比较好 是的 柠檬还有很多的妙用啊 所以我们再次重温一下 刚才Joneser教我们的吧 多瓶 比较好 比较好 是的 很多人 轻松 干因为 呢 确 哇 这样可以抗压 你看 挤挤 这个手又很香 是 我们非常谢谢终所 今天带我们的팀 那当然这个柠檬 我们还是要强调说到 还是要安全使用 以这个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因为这个明天 这个免疫力跟明天 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对 那明天讲到的课题呢 就是这个 就是预防白猴 对 那对于这个白猴 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 都可以发信息进来 我们的火力热线是 018-370-0792 那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就会带大家 来去当一天的女王 如果想到要怎么样去解压呢 诶 可能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除了做这个动作以外 对不对 对 可以选择一下接下来的 马上来看一下吧 来 看一下 耶 今天火力加油站呢 带大家来到了这个地方呢 就是Hobelight的一个护理中心 从外观上看呢 它就是非常的舒服 仿佛有一点 室外桃源的感觉喔 所以现在呢 就带大家到里头看看吧 我现在呢 就缓缓 慢慢地踏上这美丽之旅 它们每一个那个寸度呢 都是五到六寸 基本上呢 就是让顾客呢 可以放慢脚步 慢慢地走 马上地调适我们整个身心 摄影就感觉就 马上地舒缓下来 我现在呢 正在泡脚 美容师说呢 我必须要泡五分钟 应该呢 是加入了这个海盐 帮助杀菌 然后给我放松了 那来到这里呢 突然我的美容师就叫我 要停下脚步了 原因呢 就是这一个香薰调气 让我们镇定整个神经 好好享受 稍后的这个肥蛇 这个护理呢 就是去角质 因为我们皮肤生长 这个死瓶呢 是28天 如果没有去角质的话呢 那我们所查的所有营养产品呢 都很难地很好被吸收 所以呢 一定要好好地去角质 防止死皮的滋生 就可以减少那种 Find Light啊 还是什么的啦 我觉得刚才的整个过程呢 我特别地 有经验到的 就是它那个去角质的部分 它用那个水汽的方式 就把我里头生成的角质 给这样子去 而且一点都不疼疼 也不会伤害我的肌肤 我觉得我的肌肤好像很快速地 就把这些所有的保养品 所有的营养成分呢 给好好的锁住和吸收了 所以去角质的部分 真的很重要哦 嗯 嗯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